我歡迎我是一寬 未來的上完這個節目應該已經播完了 那其實到最後尾聲的時候呢 我有帶我的攝影團隊的朋友 其實就一兩個人啦 我們去那邊拍攝一些有的沒素材 所以我們有拍一段當天錄影的Vlog 其實是兩天錄影的Vlog 倒數第二次跟最後一次的錄影 那我們有設定一些有趣的問題 想要跟女生們回答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有多有趣吧 我還沒看過 因為朋友剛剪好給我看 我們準備了很笨的問題 他真的還蠻笨的 這邊叫尤拿盒 然後我來這邊做頭髮跟服裝跟妝 我的頭髮啊 除了最後兩集以外 黑人頭都給我後面那位男生用 旁邊女生負責我的服裝 最左邊的他幫我化妝 待會要去拍未來少女的節目 因為我會拍那個節目 所以會加他們很多好友 那加好友以後IG會一直刷 我會看到我現在很正 欸看這邊是誰好正喔 欸未來少女的我怎麼不知道是誰 這真的 這真的 看起來好像很沒禮貌 但因為你們知道 我原本是都不用IG的人 最終我比較久應該知道 我只有經營Youtube IG那些我完全沒管他的 但因為你去錄影嘛 所以一堆妹妹們 那通常會有一個人先加我 那我一定得回家 但他們團一整團 我會覺得我只加一個人怪怪的 就只好全部都加 加到最後的IG 突然變成多了大概八九十個正 還蠻恐怖的 就你一滑開說 欸看這個美好正喔 欸未來少女的美眉 那因為有時候多少 因為我們會修圖 像我也會嘛 因為我皮膚不好 需要打光啊 上眉眼啊 會讓狀況看起來好一點 但女生可能修得更多 因為他們或許連臉的 那形狀都可以把它扭過去 所以我就常說欸看這個美好正喔 哪來的 認識一下啊 欸看未來少女 可是未來少女我覺得 我覺得有些女生很有禮貌 然後也有些女生很沒禮貌 因為我演藝圈這種東西就是 禮貌不夠 之後要混得好 我覺得很好 但他有禮貌也不好 因為賢豬手也很多 所以可能也要懂得把握自己 就是有禮貌的狀態下 然後讓對方不想靠近 聽起來好微妙喔 這個到底要人怎麼做事啊 欸對 雖然我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真的是禮貌很重要 然後沒禮貌的人是有的 但可能他們的沒禮貌 是我的標準 看他們沒禮貌 也有可能有些人到現場 就會害羞 所以就不打招呼 或眼神看起來比較酷 但我看起來就是沒禮貌 也沒有到那麼嚴重啦 因為我不認為台灣的演藝圈身 他有嚴格到 像日韓要那麼的講究這種禮節 當然在現場 有人對你有禮貌 也會對他印象好一點嗎 那你講評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 他很有禮貌 也會想要對他講的好一點 好硬漢喔 比如我們第一套 想要走不良少年的感覺 對 然後第二套 也會有不良少年的感覺 然後第三套 不良少年的感覺 因為我講話那麼白癡喔 好 剛剛那個妹妹很漂亮 這是我的服裝 她處理的 想要加她IG的人 我之前貼文有tag她 對 你們可以去看我IG的貼文 你都會拍我講那種 不該被貼到的話 真的好熱喔 天啊 我看E有沒有寫錯 我沒寫錯 因為E通常會 蠻常遇到少一個大的 好 好懷念的地方喔 你好 這年嗎 太好了太好了 我很擔心她會有的反感 因為那個名字比較 男生的感覺 哎呦 哎呦 你不要自己講好不好 因為我是很可愛耶 就是我覺得韓國人 或日本人也稍微 都有這種禮儀 當然我知道 有些人都是覺得太禮儀很煩 因為你們要自我 但其實鬧場的 我會覺得有禮儀的人真棒 因為我那樣過去嘛 想要跟女生打個招呼 要我們加油 今天錄影要加油這樣 那她就主動過來 很害羞的說 謝謝你喔 我說我的名字叫阿用 因為她中文也沒有很好 畢竟才在台灣半年左右而已吧 但是那個誠意 你會很感動 會覺得哇這個人真有禮貌 所以因為我的YouTube影片有稱讚過她 然後叫她阿用這樣子 然後就過來謝謝 會有互相尊重的感覺 這應該每個人都要學一下 對你要出來混的話 要會做人 這個叫什麼肚兜 這個叫馬甲 蛋 那肚兜是什麼 肚兜 歐版肚兜 歐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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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肚 這個 你就是那個 他啦他啦拍照在那邊 是拍照 是這樣拍嗎 好 原來我看起來 那麼像小孩子喔 小屁孩 因為我跟傳友還不錯 還滿聊得來的 也合得來一見如故的感覺 是在攝影棚的時候 看到他我覺得很好 因為會覺得有朋友在的那種感覺 - 你说你刚刚怎么了? 没有啦 就是讲评太坦白了 但我觉得艺人本身是无辜的 我觉得要跟他们讲一些 不让他们会怕他们会在意 - 对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不好 这一集好像是想哪一个 好像黑药精灵嘛 我忘了哪一团 因为他们那一集好像是摆那种 这种手 反正是放到头上 我忘了怎么摆 反正就类似这样子 他们那个武器也是好看 但我会觉得他们一群二十多岁的女生 当然也有年轻的 我知道 然后去摆一些现在非常年轻 可能十七八岁的女生们在摆那种 那我会觉得他们说好的优雅 说好的气质呢 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要迎合主流了 我会觉得他们的表演那一支 我感觉他们在讨好观众 所以我记得我就有讲说 他们这个让我觉得很不像话 之类的啦 就有时候放空你要讲 你就会讲得非常直接 我担心他们会不舒服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也有被讲过类似的话 反正也被日文老师讲过 义宽啊 你这样做只不过想要自我满足而已 但因为这个价值观很冲突的 毕竟日韩他们比较为了观众而做 为了产品而做 那台湾会比较讲究 我要开心的做自己 我要real 价值观其实是很冲突的 所以我会想要跟他们妹妹们讲一下 或观察一下 因为我也怕他们会怪自己不好 但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 我要补一下食物 不然肚子真的会抖 因为我今天都要没吃完 你早上没吃喔 有吃两三五六七口一个蛋饼 你当那边有一个便当是什么 没有 我吃这个 因为便当会太沉重 怕我等一下讲话会 因为它会蛋白质 然后太多久会想睡觉 好好好 有啦 后来好像有几次吃饱 然后录影 状态就很不好 然后听欧帝哥 他有跟我说 他不会去吃太多白饭 因为你会有那种 淀粉中毒之类的 我忘了什么名词 所以那一集他就很活药 然后我又中毒了 我完全不知道该讲什么 整个垫在那边 就完全很昏沉的这样 所以后来录影 我就不太会让自己去吃那些白饭类的 那就是说 我刚才就艺人会看 座头的女人 我说得很棒 他会回去 他过了你从联系 大年出 他从职业到联系 就有说 歌的职业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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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話他沒要跟你講話 那V姊他真的很誠懇的在講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每一個人都可以借鏡的榜樣 好啦我現在講那麼多好話是因為 V姊有請我喝咖啡 那就他了 好那等一下就找到問題 V姊他們會看影片會問你們一些分量問題 那個問題真的很分 或許會有很多經紀人 不讓藝人回答 You can do it And you will have the world 什麼東西 You are the queen 這前因後果是什麼 他也是很倒楣那個日光之前的Ashley 他吃個便當傻乎乎的 不不不不不有沒有後來我忘記 被我看到欸很怪很怪 我等一下要拍你喔 好就這樣 喔終於要拍了嗎終於要來了 好那我們準備好要來 題目要出來囉 會很緊張嗎 突然很緊張 那題目可以直接唸出來這樣子 我們要先讓第一題開始喔 好 骨子餓了沒 剛吃了沒 來 五彩珍請你來回答這題 我現在肚子有點飽 這個攝影票很壞 他故意問那種很好回答問題 可能後面才會問一些比較尷尬的題目 早餐好吃 好吃 沒吃飽 但是真的 昨天的彩排比較好吃 我昨天吃三份 今天收斂了 對 今天只吃一份 沒有 因為沒辦法大家都要吃到 今天看起來早餐有點少份 對 欸 芝婷的聲音蠻好聽的耶 其實我們還點了外賣 今天天氣好嗎 今天天氣好嗎 好嗎 我們在里面這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日光之前 所以不管到哪裡都會有太陽 等一下 最受不了男的團員 我覺得 後面有 不然你是不是被退了 沒有 這個好玩 剛剛的演出覺得誰最配 不要走心喔 不要走心喔 2 1 好 可以解開了 好 可以解開了 然後我們兩個要吃飽啊 吃飽啊 沒有啦 其實只是單純 原原是我們團的團結 就是大黑傳奇 如果你們解散了怎麼辦 你說 不會解散了 不會解散的 再說 一次吧 哇 這個問題 我會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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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誰拉進團 對 感覺我們兩個講的會一直一樣 對 因為我從很久之前就跟他認識 然後就是跟他忙 而且我覺得他實力就是 也是很熟棒 而且他人間很幽默 對 很好笑 瓜老師 不要再捧他了 不要再捧他了 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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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選擇想要進哪一團 可以不要進 一團吧 想要每一團 他真的都很特別 很厲害 恩人 123 紫月光 最不想要進哪一團 哇 這是更錯 真的可以先 我可以講 不行 你最好不要講 真的 真的嗎 我覺得飛鴻妹 因為我可能加入之後 會感覺很像一個被拍子 就是 你看他的風格對 他們又很高 然後風格都是那種 可思迪在這裡 對 就是你 對 好像只有問到三四團的樣子 然後黑曜精靈沒有 剝水精跟飛鴻妹也沒有 我記得當時好像有聽那個 黑熊的攝影的 跟我說 有些團很忙 可能要趕服裝 那也有團覺得他們老闆不要 是哪一團我不知道 但是聽他說有團覺得不方便 不想拍這樣 然後補充一下 剛看了一大串 我記得那個幽靈水精的妹妹們 你們這樣看 可能感覺不到那個猛感 但現場看他們真的覺得很可愛 就是他們一票走過來 很像貓貓狗狗 眼睛都是比較大 從下往上那樣看你 你會覺得 天哪我的媽 好可愛喔 這個好猛喔 負荷水精 我沒辦法跟他們一樣搞怪 你明明也很怪好不好 熱光很有心 因為那個 他們那個跳舞都很強 你也想有breaking嗎 就我不會breaking 是幽靈嗎 因為年齡的關係 菲比是台大畢業的嗎 還是正在讀台大 不知道 自爆自爆 加一加二 如果可以選擇想把誰踢出團隊 跟你講 幽靈水精 不能少任何一個人 一個就是 幽靈踢不掉啊 幽靈要踢 對啊 我們都出不去 好吧 好吧我原本覺得 詩婷的個性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你們應該有看我上一個影片吧 但我現在看我覺得她個性好像其實蠻好的 我誤會她了 對不起 所以一款老師的影響 這題大概好好打喔 你是不是壓力很大 好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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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老師很帥 老師很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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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節目的造型都超帥 超帥 一款老師引用一些很奇怪的那個 一款老師帥在她的發表言辭的部分 在沙漠中的紅豆湯啊 水啊 飯賣雞 對 沙漠裡的 葡萄 在沙漠中的 男人 對 有前途啊 三個是三個 太有前途了 有認真聽 日晚好好 好棒 啊那個沙漠中的紅豆湯 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那時候錄影是怎樣 好像現有第一團 他們跳一跳 我覺得不錯 所以我說 看你們的表演很像 跑到了沙漠以後 你真的口很渴 你快倒下了 這個時候呢 前方有一台販賣機 裡面裝滿了冰涼的水 所以就可以止渴的感覺 我忘了為什麼會這樣講 那好像過了三四團吧 就有一團我覺得不太OK的 我忘了哪一團呢 就會很前面的 那因為我沒梗嘛 我就只好一樣講到沙漠 你口很渴啊 你快要倒了 這個時候眼前有一台販賣機 你走過去 欸裡面全身放熱紅豆湯 搞不好那個時候有人嘗 這我不知道 在裡面看一毛的影片 然後看到他家裡有很多蟑螂 蟑螂我要講一下 我的影片有講過有蟑螂對不對 好像之前嘛 節約前 然後結果打在我的字幕上說 牆壁有蟑螂 然後因為我們人 總會突然比旁邊有蟑螂 對啊 那時候就打字幕打一打 然後旁邊有蟑螂 對是這樣子 七六一二零 林志涵 完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零是無限 喔 我自己創造的領域是這個 有東西要拿 有小禮人想要送給我 現在可以拿給他嗎 可以 現在可以 好等我一下 好的 怪怪我要離遠一點 對啊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每一個人都有一顆 我每一個人都有一顆 是我們的水晶 然後它的圖案就是 也很像紫月光 就是有一種百變怪的感覺 就是我們什麼風格都去查 真的 每個人都有 這是可蘭的 可蘭 可蘭 為什麼妳是問可蘭嗎 這真的喔 這真的喔 感恩 感恩 等一下想要賄賂對不對 沒有 感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好啦好啦 我這邊我會講可蘭不可蘭 是因為我日本住了十年了 你看我現在也在日本 他們的垃圾分類很麻煩 那特別有外國人 常會被鄰居開垃圾袋 也不一定找麻煩 他們就覺得我可能外國人會分得不好 而且我後來只要拿到任何東西 比如說維他命 我就會想說它是可蘭不可蘭 要丟哪個垃圾袋 所以我就直接問說 這是可蘭還是不可蘭 我想說如果是玩具的話我要丟哪裡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玩具 後來才知道 也是真的水晶 對那我應該是好超沒禮貌的 就拿到禮物 欸這個可蘭還不可蘭 我突然想起來有件事情 換了小龍他們那邊 有人講說 你家看起來很髒 會有突然 看英文老師影片 然後看到他家裡有很多什麼 我家 真的有 原來是真的有的部分 我以為你會抗議 因為真的就會有 以前最高紀錄我 開門進我家 然後我們都會看到牆壁 白色的 你猜多少隻 我覺得有 其實已經很了不起 七隻啊 七隻啊 哇真的有錄這一段 我好像白癡 不是 以前真的有過七隻蟑螂 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二十多年前的家 因為我家經歷過一些有的美 那時候有過破產 然後就跑到另外一個很奇妙的地方住 那他是B1 所以B1蟑螂會很多 那你沒有辦法解決那些蟑螂的問題 所以有一次我回到家 就打開門 然後就哇 對 那因為牆壁是白色的嘛 就哽 哇 所以那陣子我非常不怕蟑螂 因為有七隻的那一次 我真的直接氣到 拿手 平面去拍蟑螂 搬到別的地方以後 也就沒有那麼的不怕蟑螂了 我想有一個很神秘的嘉賓朋友 來到現場 我就想要看你很 慌張的 突然的慌張的站起來 然後 然後你要跟我講什麼 然後我什麼都不講 什麼 大軍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 好喝 我剛剛精神都在那邊耗光了 腦子還在那邊切換 我覺得那個彭比原本的累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 因為要注意力要放很多 所以我又開心 那你每天跟這麼多少女工作 沒有每天的感 處理這麼多少女的這種心情 比賽低落 開心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在裡面有哭 真的喔 有 那你在哭 有我剛剛裡面真的有哭 因為有一個我前面覺得 到底在幹嘛的團 突然然後他們開了敲還是怎樣 就哇 會替他們自動 真的太丟臉了 然後我剛才也沒音樂哭嘛 但他們又問我 rugby 所以剛剛講話 我覺得我剛才演得不夠像 因為在錄影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是跟晶晶在講話 他左旁邊 很哽咽 你們 真的 不是我 當下我覺得 剉賽都被錄進去完蛋 真的是醜到爆 我不知道後來有沒有剪進去 如果有沒有剪進去的話 可以跟我講一下 應該超級有趣的 這臉在霸凌還是怎樣 好 移到主舞台了 主舞台我記得還蠻好的 你看得很清楚 剛剛看得很激動嗎 剛剛看得很激動 還蠻精彩的 尤其第一場我剛有嚇到 你真的在哭了 真的有嚇到 我真的有感動啊 真的有啊 一開始在哭了 我真的有哭了 剛剛傳言我還說 我就裝這個 屁啊 我裝不出來裝這個 對對對 剛剛那個應該是中場的 然後就是 看完了黑曜的表演 還有誰啊 薄荷之類 就是上半場看完了 你們搞不好 剛剛已經看到這個播出了 最後一集 然後我好像是真的很感動 末段班的小孩 打比方像某些球隊好的 他們可能最當初很不OK 然後還不認真覺得 就這樣啊 隨便啦 我耶 然後後來因為發生某些事情 以後就轉換 然後就變得很努力了 最後就不斷的往上面提升 那我看到很多團有這種感覺 特別是黑曜精靈 因為他們一開始 我真的想說 你們到底來幹嘛的 你們可以回家了 其實第一集的時候 我腦袋有這樣想 到中間就慢慢的成長 有時候會再下去一點 然後又一直這樣 不斷這樣 當然那個表演本身 有沒有和我胃口這個再說 但是他們的精神啊 不肯認輸的態度啊 這就讓我覺得真的很動容 這就讓我覺得真的很動容 沒有啦可以還是潛聊一下啦 總而言之呢我覺得這一路下來 大約半年多的時間 我反而也學到很多 從那些女生身上 或從其他前輩 像VG啊 王子的身上 還有製作單位啊 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特別是那些女生很努力嘛 一大堆第一集一副 我很強的那種樣子 到中間以後就變得客氣謙虛 然後他們很重視自己的表演 不是只為了自我感覺良好 讓大家喜歡他們的產品 對這個我覺得是必須要的啊 雖然我們台灣總在強調說 你要做自己做自己 你要很real 好像你不夠real 你就不懂表演一樣 台灣獨特 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很不健康 那最後一集應該很多人都看到了 大部分的團體都做出了很高規格 水準的表演 跟第一次表演差很多那種 我覺得可能很多年輕朋友 我會看了他們的影片 或可能變成少年影片 然後也想要有一些明星夢 想要當藝人 想要開始去練跳舞去唱歌 這個我覺得都很好 但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可以提早開始調整 像我們會看節目 覺得他們慢慢進步了 但最好的情況會是你 第一集以前你就要get ready 你才上台 那個會更好 會比別人起跑點還要長 而且你的心態會建立的更早 因為台灣沒有所謂的學科課 對比如說在日本會有那種經濟公司 他們通常都會 當然有沒有全部我不知道 不過通常會有那種學科內容 一個公司我們如何運營的 因為有哪些人 比如大老闆 總監 製作人 音樂製作 表演製作 然後經濟 宣傳 AMR 企劃等等 才到藝人 所以你會知道這個階層觀念 但會輔助你做表演的時候 不會只覺得 我覺得這個屌 我覺得我這個歌很酷 就不會有這種只為自我滿足而勝的表演 你的層面會更廣 會比較容易打動別人 除非你的個人元素真的夠強 當然有那種藝人 但你不要覺得自己是天才 所以無論如何呢 你一定要謙卑 除非你很紅 你很紅 你在大頭正沒有人可以拿你怎麼樣 但你如果沒有那麼紅 你真的要客氣一點 真的要謙卑 我影片開頭說過 有一些人是沒有禮貌的 但這沒辦法 因為他們的環境 或他們公司可能沒有教這個 或許他們身邊厲害的人也沒有禮貌 那這就很危險 對 因為你可能這個小圈圈OK 那好 台灣這樣OK好了 你如果去大陸 或去新 台灣會吃你這套 對 那我們要去的是那些地方 我們不是在這個圈圈而已 因為我們人口又不夠 也沒有那麼多的觀眾願意花錢 所以大家加油 辛苦各位了 拜拜 拜拜